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我家邻居王老老发现自己有些重听, 王老老以为自己的年龄比较大了导致的听力下降。 可是呢,一到医院检查后,医生却说了, 您这种情况是明显的肾气不足的表现。 传统中医认为,耳朵是肾脏健康的外部表现, 肾脏好的人听觉也会比较良好。 那么当然了,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势力就很明显地就会下降了, 会出现耳宁、耳痛等症状。 众所周知,肾脏是人体排毒的重要器官。 肾脏好坏决定着人的生老病死, 肾中的肾气脏充足,才能够保证您的身体健康, 才能够长寿。 但是很多人都因为饮食生活不规律, 导致肾脏出现了问题。 其中肾脏就是比较常见的问题。 在肾脏养用的时候, 身体的某些不良症状就会相对明显。 因此平时留意到这里有肾脏的情况, 需要合理的方法来提高肾脏的功能。 这样呢,才能够防止肾脏严重。 对于健康造成影响, 那么肾脏严重的人, 身体一般会有哪些症状出现呢? 第一就是四肢冰冷。 肾脏症状一来临, 那么身体不良的表现会相对明显。 比方说四肢冰冷也和肾脏有关。 肾脏的影响下, 很容易出现四肢部位冰冷的情况。 那是因为肾脏精气阴阳不足而引起的。 此时就特别容易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 低脂患者的手脚部位会异常的冰冷, 可能超年都有冰冷的表现。 一旦有这种信号了, 一定要留意, 需要及时针对肾脆的情况来采取改善的措施, 这样它能够防止肾脏功能持续下降, 从而影响到健康的。 第二,头晕耳鸣。 在肾脆的情况下, 患者通常会有头晕耳鸣的情况出现。 如果短时间内, 总是感觉到头部有眩晕感的出现。 在没有外界声援的刺激下, 会感到到自己的耳内有异常的声音出现。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一定要警惕肾脆啦。 还有可能是肾脏功能持续下降, 引发的不良表现。 留意到自己是否有肾脆这种情况。 如果需要的话, 一定要及时采取改善的措施。 头晕耳鸣的表现才会有好转的。 第三,腰膝酸软。 肾脆状已来临, 说明肾脏的功能已经下降。 那么就要通过合理的方式来提高肾脏的功能。 部分的人肾脆之后, 总会有腰膝酸软的表现。 特别在新生活过后, 腰膝酸软的情况会更加的明显。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 最好及时针对肾脏功能下降的表现, 开始治疗。 只有肾脏功能提高了, 此时肾脆才能够慢慢的好转, 能够很好地防止腰细算量的严重。 所以有这种情况呢, 也是比较危险的。 第四个就是脱发, 并且伴着头发早白。 中医理论中, 头发与肾脏是密不可分的。 肾脂滑在于发, 所以肾脆会导致头发会出现脱落, 甚至是早白。 假如我们出现以上的症状, 就一定要及时地补肾了。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 适合肾脏腰朋友的食疗方。 知道滋补食疗汤 对于肾脏腰都有特别好的效果, 能够温补肾脏, 益气止血, 补肝肾, 还能够污须化。 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视频 一起来看看它的制作方法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50克黑豆, 加入清水把黑豆淘洗干净。 黑豆是一味补肾 效果特别好的食物, 黑豆乃肾之骨, 中医认为黑色属水, 水属肾, 因此肾脏腰的人使用黑豆有很多的益处。 黑豆具有补中益气, 强盛排毒的功效, 非常的适合肾碎患者服用。 既能增强肾脏机能, 还能促进肾脏排毒。 黑豆中的微量元素如鲜、铜、鎂、 锡的含量都特别的高。 这些微量元素对于延缓人体衰老, 降低血液粘稠度都有特别好的功效。 另外呢, 黑豆中所含的花青干, 具有很大的抗氧化作用, 并且有乌发氧化, 抗氧瘤的功效, 还能够很好地调节人体的生理功能, 增强造血功能, 促进肠胃消化。 但是呢, 黑豆的漂流含量较高, 有生脏病的人尽量少吃黑豆, 或者是不食黑豆。 下面我们来准备食克黄芪。 众所周知, 黄芪是不要滋补。 黄芪的功效是非常多大, 黄芪能够护表举汗, 可以补气生羊, 还能够脱毒生肌, 沥水消肿。 黄芪含有灶带, 遮糖多糖, 多种的氨基酸, 以及多种的微量元素, 能够还好地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黄芪在治疗肾炎方面也有很多的作用的, 特别是对于改善肾阳虚的症状, 有非常好的作用。 我们加入清水, 把黄芪淘洗干净就可以了。 洗干净的黄芪放入黑豆的碗中, 加入清水浸泡30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5克红枣, 加入清水把红枣淘洗干净。 红枣不好清洗的, 用手抓捏抓捏, 搓洗搓起, 把红枣清洗干净。 清水的时候, 肾虚的人可以多吃一些红枣, 能够帮助我们献脾补血, 还能够补中益气, 尤其是对于肾虚伴有脾虚的患者来说, 有一定的好处。 红枣清洗干净, 我们用剪刀剪成小块, 枣和去除补药, 剪成小半更能激发出大的营养。 红枣是非常好的滋补佳品, 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上几颗红枣,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 每天吃上几颗红枣, 能够非常好的补气养血, 美容养颜。 这里我们一天不要吃太多的红枣, 一天吃上六七八颗就可以了, 如果红枣吃的比较多, 容易上火的。 下面我们要准备好的食材呢, 倒入养生糊中, 加入清水多来一些。 我们开中火模式, 煮上3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时间到, 我们的黄芹黑豆汤就煮好了。 这里呢, 我们只喝汤可以不吃食材的。 如果喜欢吃食材的朋友们, 我们可以把黑豆多煮一会儿, 煮至软烂入味, 那样吃起来口感香甜绵软, 很好吃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加入盐或者是糖来调味, 也是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定就可以了。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自己泡黑豆豆水呢, 我们不要倒掉了, 直接放到锅里面煮就可以了。 因为呢, 泡锅后的黑豆水里面有大量的花青素, 花青素可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 能够延化人体的衰老, 还能够增进势力, 保护细胞膜不被自由基氧化的作用。 黄芹黑豆大早搭配到一起, 养肾不肾的功效, 事半功倍, 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肾脏功能, 促进毒素代谢, 特别适合脾虚水肿, 体虚多汗, 肾虽耳聋, 咽尿多头发枣白, 并且腰虚酸软, 四肢麻木, 手脚冰凉等等症状, 能够达到养肾护肾安神, 翼发污发, 排便通常的功效。 这道汤适合肾羊虚的朋友们来使用, 身体壮士有热量的朋友们不要使用, 建议大家的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面进行使用。 好了,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今天养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 谢谢大家,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要的养生视频与您分享。 这里是小安美食馆,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 感谢观看